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唱谈Gentlemen,我是小畅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跟手表非常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品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那我也是拿出来这个品牌的一个手表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有哪些喜欢它的地方,有哪些不喜欢它的地方 最后在Gentlemen攻略这个环节 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去搭配这款手表 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那没错 我们今天的这个手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主角呢 就是Twitter帝座这个手表 说到这个手表啊,或者说到Twitter帝座这个手表啊 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它的这个历史 跟劳力士有一脉相传的这个血统 都是Hans Welsdorf这个非常有传奇性 有历史性的这个人物呢,创造的这个品牌 那有关于更详细Tutor的这个历史啊 我想啊,跟这个劳力士 我们之前介绍这个劳力士一样 我觉得网上啊,或者是自媒体啊 或者是官方网站啊 都有很多有关于这个品牌详细历史的一个介绍 那我今天呢就不跟大家特别详细的去聊了 跟大家呢去聊一聊这个品牌的这一个发展 那首先啊,讲到这个Tutor和Ditor 我们就必须来讲一下这个创造这个Ditor的这个手表的这个原因 Hans Welsdorf刚才我讲了这个非常有传奇性质的这个人物呢 不仅创造了这个劳力士 又创造了这个Tutor和Ditor 那他为什么去创造这个Tutor和Ditor呢 在创造这个劳力士之后 首先呢,这个劳力士的这个品牌呢 确实有它的品质,有它的这个质量 但是呢,它的这个价格呢 确实不能被这个很多的这个大众或者这个普通人来接受 那Hans Welsdorf呢就想到了就是说 能不能够用这个劳力士的这个品质 这个质量,这个理念 但是呢,这个用一个相对来说 这个比较亲民 或者来说呢,比较这个低廉的这个机芯 用在这个手表上 然后呢去创造另外一个品牌 让更多的这个手表收藏者也好啊 或者这个想要去购买一块真正的这个Luxury Watch的这个朋友来讲呢 能够入手一块这个有这个劳力士品质的 这样的一块手表 所以Tutor这个品牌呢就这样的创立和产生了 那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Tutor的这个发展史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两大阵营 对Tutor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态度 首先第一个阵营呢 就是大家喜欢Tutor这个品牌 觉得喜欢它这个Tutor这个品牌的这个阵营呢 可能看中了它这个劳力士的这个理念 劳力士的这个品质 如果你这个对这个Tutor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Tutor早期的一些系列 比如说像Prince系列啊 或者像Submariner系列 Tutor也有自己的这个Submariner系列 也就是Tutor的这个水轨 你看一下他们之前早期的一个设计 你把这个表盘啊翻过来 你看它后表盖上面会写着这个Rolex Oyster Case 也就是说这个Tutor早期 其实连这个零件都用的是劳力士 甚至劳力士在这个Tutor上面还会写 这个是劳力士做的 这样的话呢 会让更多的人知道Tutor呢 是使用着劳力士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质量 那所以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之前喜欢Tutor这个阵营的这个朋友呢 可能看中了这个Tutor的这个品质 这个质量 有着这个劳力士的这个血统 那另一个阵营的人呢 就对这个Tutor的这个态度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极端了 就是不太喜欢Tutor这个品牌 很多人都说呀 Tutor是一个poorman Rolex 也就是说一个穷人版的劳力士 是因为你买不起劳力士 才去买Tutor 这样讲呢 我也可以理解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错误 因为呢 确实Tutor呢 用了这个劳力士的理念 劳力士的设计 甚至连零件都用的是劳力士 就是安上了一个稍微便宜的一个机身 让它这个价格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 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可能确实有一种这个穷人版的这个手表的这种感觉 我呢 是可以理解 那对于这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态度 这个阵营呢 劳力士和Tutor呢 也是想做一个改变 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接受和理解Tutor这个理念 所以说呢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呢 或者是这个世纪 也就是说2000年初 我们看到Tutor呢 也是尝试的做了几个自己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系列 感觉呢 也不是很像之前的这个劳力士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非常的不好 因为之前喜欢Tutor的那个阵营的朋友呢 可能看中的是Tutor的这个 有劳力士的这个影子在里面 之前不喜欢Tutor这个品牌的这个阵营的人呢 也没有因为Tutor的这些改变呢 反而喜欢上Tutor 所以说啊 Tutor在这个2000年初 也就是2002年左右呢 一度的退出了美国市场 因为美国啊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手表啊 购买啊 销售啊 第一大国 对一个手表生产商来说呢 退出美国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来说呢 基本上是一个很毁灭性的一个打击了 我们现在其实在市场上看到很多更高端的这个手表 每年也卖不出去多少块 或者像这个稍微低端的一些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很多 这个导致它这个每年的卖出去这个数量呢 可能也不是特别多就像这样的一些品牌的这个厂家呢 都没有选择去退出美国这个市场 反而这个Tutor退出了美国这个市场 但是还好啊 这个劳力士集团有劳力士这个老大哥称的 Tutor呢 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 最终呢 是在2012年左右带着他的这个Black Bay宣布了一个强势的一个回归 Black Bay这个系列呢 大家呢可能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系列 我们甚至看到了这个Tutor这个在这个2018年2019年这一两年呢 有一个全系的一个更新 那么现在Black Bay这个系列呢 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区别 然后呢 还有不同的这个表圈的颜色的这个区别 甚至呢 不同的功能的这个区别 我们看到了这个GMT啊 即时马表啊 还有之前的这个DiveWatch 所以说现在这个Black Bay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丰富的一个系列 还有一个就是劳力士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钢款系列呢 现在呢 真的是很难去入手 所以说Tutor呢 也是借助了这个劳力士这个没有货的这个浪潮啊 逐渐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他这个品牌 那Tutor现在的这个市场表现呢 虽然说不能说是这个像劳力士一样 这个一表难求啊 但是有的系列确实也这个有这个加价的这个现象 Tutor这样丰富的一个产品线啊 也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选择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呢 来聊一聊有关于Tutor 我自己Tutor的一个一块手表的一个收藏 就是这个Tutor的这个GMT 大家可能已经这个看到了 我会给大家来聊一聊啊 这个哪些我喜欢这款手表的地方 哪些呢 我不喜欢这款手表的地方 跟大家呢 一起来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分享 首先我第一个喜欢这款手表的这个原因啊 可能是我比较个人的一个原因 我自己啊非常喜欢GMT的这个方神 在我收藏的所有手表里啊 我觉得最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GMT这个方神 因为我自己啊本身也是在美国 我是喜欢这个能够这个有第二时间的 能看到我这个家乡的这个时间 有的时候我出去这个travel啊 或者是去旅游 我都喜欢有一个GMT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方神 你知道在美国你随便坐一个飞机出去两三个小时 就会来到一个另外的一个一个时区 所以说呢 有一个这种两地计时的一个手表呢 是非常的有用的 这一点呢 我是非常的喜欢GMT的一个方神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第一个喜欢GMT的这个这个理由 第二点 我喜欢这款手表的这个理由啊 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款这个推特的这款GMT呢 呃 既像劳力士又不像劳力士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先说这个既像劳力士的这一个部分啊 我们从这款手表里啊 能够看出它劳力士的一个影子 呃 这款手表呢 号称是这个复古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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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一个计算 但是它复古了谁呢 我们知道这个GMT啊 尤其是在这个Black Bay上呢 是第一次使用这个GMT的这样的一个方神 它复古 其实是复古的这个劳力士老款的这个GMT Master II 那所以说呢 它有这个劳力士的这个影子 再加上啊 它这个Type-C手表的这个理念 我觉得这个也是来自这个劳力士这个家族的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理念 我觉得呢它是这个真的还是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劳力士的影子 所以说呢 我说它为什么像劳力士 第二个呢 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像劳力士 说到这个不像劳力士这一块啊 我还是想给大家来这个聊一聊 为什么这个最近这个DDoor Twitter这个手表这么的火 因为呢 之前啊 喜欢劳力士的这个这个阵营的这个朋友呢 他是喜欢劳力士的这个design 劳力士这个理念 然后呢 配一个这个通用机器 后来Tudor发展的不太好呢 也是因为这个design呢 也是有一点背离他一开始劳力士的那个理念 但是这一次 Tudor的这个强势回归带着他这个Black Bay 让更多的人 之前喜欢Tudor的这个人呢 重新的回来了 甚至呢 让更多这个对这个Tudor没有了解的这个朋友呢 也喜欢上这个Tudor 为什么呢 首先啊 我像刚才说的 这个他有这个劳力士这个影子 还是回归了之前那个理念 但是这一次 Tudor的这个改变呢 更多是在内在 所以说呢 我说为什么这个也不太像劳力士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首先这个设计 没有这个Crown Guard 也就是说这个表冠是没有那个Crown Guard的 这个这一点呢 这个在我们上弦啊 或者这个调时间的时候呢 会感觉非常的方便 这个是现在劳力士已经不使用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 以前我们的GMT Master II 甚至有一些Submariner呢 他是没有这个表冠的 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劳力士呢 他都保留了这个表冠的这个设计 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Tudor没有跟风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选择跟劳力士这个GMT Master II 也没有跟其他这个表商一样啊 选择这个用这个陶瓷圈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复古的这样的一个手表的这个理念 所以说呢 他也没有使用这个陶瓷圈 我觉得这个铝圈啊非常的漂亮 因为呢 尤其是这个Burgundy这个红色这一块 如果你有这块手表啊 或者是你这个你的朋友有这块手表 你在这个阳光下去看一下这个Burgundy 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红色 我觉得这个红色呢甚至比这个劳力士现在的这个陶瓷圈的GMT Master II的那个红色还要漂亮还要pop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这个红色 另外的一个我觉得他为什么说他这个不像劳力士这一点呢 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劳力士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去做的一些改变 我们也知道啊 劳力士这个厂家呀 是不太轻易去做一些改变的 他把所有的这个想要去做的改变呢 都放到了这个Twitter上 你可以说是一种尝试 但是确实给了这个Twitter另外的一种自己的一个个性啊 他首先是保留了这个Twitter的这个雪花针的这个设计 这一点我其实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喜欢 第二呢 他用到了这个细游丝 你要知道这个劳力士的这个手表呢 是不去使用这个细游丝的 他可能觉得这个细游丝呢 太工业化太新了 这种这种这种技术 所以这一点呢 是这个跟劳力士不太一样的这个感觉 还有啊 他保留了这个这个Twitter这个锚钉的这个设计 有一点这个追求这个复古的这个感觉 在这块我要小小的吐槽一下 这个这个锚钉啊其实是一个假的一个设计 他是为了锚钉而做出了一个这个锚钉的这样一个设计 你要说他好呢 这个也也也挺漂亮的 但是你要说他这个有点不伦不累呢 我也可以理解 那第三个我喜欢这款这个Twitter这款GMT的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们的这个价值 那这款手表我入手的时候呢 是3900美金 我是在这个美国一个这个经销商去购买的 虽然说没有任何的折扣啊 但是我觉得能够能买到这款手表 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这款手表在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加价 就算现在你去买呢 也是有你到这个经销商呢 也是没办法直接一下买来的 你可能也需要等一段时间 还好这款手表啊 你现在啊 这个二手市场和这个灰式的这个价格 已经来到一个比较可以这个接受的这个区间了 这款手表呢 可能在现在的这个灰式啊 或者这个二手手表市场呢 能够说你加上两三百美金 你可能就会入手这款手表 所以说这个价值来说呢 这个是非常的好的 再有一个啊 说到这个价值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GMT Master II 这个劳力士老大哥的这个品牌 现在呢 在这个劳力士的这个官方网站 对于这个劳力士的这个GMT Master II Pepsi的这个价格呢 本身就高于这个手表将近一倍 然后呢 你在这个二手市场呢 现在都炒到将近这个两倍左右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入手是一个门槛是非常高的 但是入手这款手表门槛却不是特别的高 我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这个经销商去买到 当然是最好的了 如果你不能够你去这个二手市场或者灰式看一看 我觉得相对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你能够现在入手这款手表 第四个我想说的 这个我喜欢这款手表的这个原因啊 是因为这款手表真的在他的这个价格区间里呢 这个竞争对手基本上是没有 你如果要在这个4000美金左右的这个区间呢 去购买到一块这个GMT的function的这个手表 可能呢 你还可以考虑这个Omega的这个Planet Ocean GMT 或者是这个Brightlin的这个这个GMT 或者是Grand Seaco的这个GMT 如果大家啊 可以去考虑这个Grand Seaco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尤其他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做工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在4000块钱左右的这个区间啊 呃 我们想要购买一块这个真正的这个GMT的这个function的这个wash 能够带他呢 去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旅游 去到不同的这个地方 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款手表呢 不但是有这个劳力士整个这个家族的这个设计理念 有这个品质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没有太多竞争对手的 第4个我要说这个我喜欢这款手表的这个原因啊 可能还是跟我个人比较有关系 因为我什么时候会选择去戴这款手表呢 我一般不会在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戴这款手表 这款手表呢 一般都是我这个周末 或者是我出去旅游啊 或者是去这个travel用的这个手表 那我想如果这个经常出去去travel啊 或者去旅游的这个朋友 大家都知道 你有可能去到一个你根本就没有去过的地方 或者你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安全性是大家非常应该去注意的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带的是一款这个rolex的这个GMT Master 不管是你带的哪一款这个GMT Master II呢 你出去呢 都是非常吸别人的这个眼球的 这个你很容易招来一些这个牛马蛇神啊 这个这个对这个手表的这个安全性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反而呢 我带这个tutor出去呢 我觉得不是那么多人会知道这个tutor这个品牌 相对来说 我带这个手表 我觉得这个安全系数要高一点 相对来说 我带这个rolex的这个GMT Master 所以说啊 在选择这个GMT手表的时候呢 我首先选了一个tutor的这个手表 没准我以后呢 会入手一块这个劳力士的这个GMT Master II 但是呢 这个真的 说这个travel啊 去旅游啊 去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啊 我觉得这款手表呢 都是这个最佳的这个选择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聊 为什么我喜欢这款手表啊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吐槽一下 这个为什么我不喜欢这款手表 首先啊 我不喜欢这款手表的原因啊 很多人吐槽说这款手表啊 呃太大 或者是啊 太厚 其实我觉得这款手表啊 这两点都还好 我还是可以接受 尤其是说你说厚 其实这款手表啊 跟这个他普通的这个潜水表的这个divewatch的这个black bit的这个divewatch呢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什么呢 他这块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处理 这个有一个切割的一个处理 所以说你看起来呢 并没有那么厚 你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有一个这个切割性质的在这个底端的这块 有个切割性质的一个处理 让你觉得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厚 呃 在这个厚和大这一块呢 我自己呢 可以接受 我呢 其实本来自己的这个身材呢 比较宽 所以呢 这个大一点的手表呢 其实我自己呢 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呢 我要吐槽的这一块呢 是这个 是重 呃 大家如果戴过这个贵金属的这个手表的话呢 你知道贵金属的手表一般都比钢的这个手表要重 但是这一款钢的这个手表啊 这个真的是快跟贵金属的这个手表一边沉了 那我刚才说了 我戴这个手表一般都是周末 或者是出去旅游啊 或者是travel会戴的这个手表 戴一天下来呢 会感觉非常的沉 呃 这一点呢 是我这个不太喜欢这个手表的这个一点 第二点啊 我不太喜欢这款手表的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有关于这个手表的这个价值 确实这个价值非常好 这个手表呢 这个呃 来到了这个4000美金左右的这个这个区间 呃 有着这个劳力士的这个这个品质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价格 现在这个比较的这个在4000美金之间的这个范围啊 导致这个我觉得这个tutor这个手表在做这款手表的时候啊 有一个这个cost saving的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省料 省材的这个这个动作 呃 你如果有这个tutor的这个divewatch 转一转它的这个表圈 你可以听到很很不错的一个声音 但是这一款这个这个GMT function的这个black bay啊 这个声音真的很难听 你转起来有一些塑料的感觉 大家可以听一听 就是非常这个塑料的一个一个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一块呢 我确实不太喜欢 再有它这个表冠 如果大家对这个black bay这个系列的这个手表一定了解呢 它在这个表冠这个地方经常会做一个这个红色圈啊 或者是其他一个颜色的一个圈 这款手表呢 在这并没有做这个设计 我觉得呢 相对来说也有一个这个这个省料省材的这个感觉 最后呢 我跟大家啊 一起聊一聊 我自己对这个tutor这款手表的一个感觉啊 我觉得呢 这款手表的好处确实大于很多它的这个缺点 这个绝对是适合你入手的 你入手绝对不会后悔 但是后面那一句话呢 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并没有说这个入手之后啊 大家会后悔 入手之后大家也不会后悔 因为这款手表确实给了你这个GMT function的这个功能 有着劳力士的这个手表的这个一贯的这个质量的 对质量的这个控制 质量的这个执着 然后tutor这款手表的这个价值呢 也是非常好 你在这个区间呢 这个价格的这个区间呢 基本是找不到什么竞争对手的 但是最后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呢 share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观点 就是啊 我们入手这款tutor的这款GMT 绝对不会后悔 但是在你入手之后 在你用过这款手表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之后呢 你会真正的感到这款手表 它不是Rollex 它跟Rollex的这个差距在哪 之后呢 你可能会想入手一块Rollex 这个GMT Master II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Rollex这个厂家呢 现在也真是很聪明 用这样的一个手表呢 让大家来对这个劳力士呢 进行一个接受 之后呢 等你再想去update这个手表 想upgrade这个手表的时候呢 你会去直接的想到 劳力士这个大哥这个品牌 所以说呢 这个劳力士呢 也是很聪明的 那好了 刚才我们跟大家呢 一起聊聊聊 有关于tutor这个品牌 我自己呢 也是拿出了这个 我自己的一个tutor的一块收藏 跟大家呢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 那最后呢 在这个gentleman攻略的这个环节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怎么去搭配这款tutor的这个GMT 首先呢 我觉得tutor这款GMT呢 有它这个红色圈和这个蓝色圈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在搭配这款tutorGMT的这个时候呢 你没办法做到说搭配一个这个红色系的一个西装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搭配这款手表呢 我建议大家去搭配这个蓝色的这一块这个表圈 我们如果穿一个这个深蓝色的这样的一个西装 然后呢 去搭配一个去配到这个蓝色圈 我觉得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 在这个红色圈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穿一个 你看我今天穿的一个小微粉色系的一个衬衫 用这个去搭配我们的这个红色圈 我觉得会非常的pop 另外呢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pocket square呢 去搭配一个这个稍微蓝色系的一个一个搭配 这样的话呢 也会让你这个手表看起来呢 更加的丰富 最后啊 说到了这个劳黎士和这个tutor这个手表 我们不得不说一下 它这个比较versatile的一个个性啊 但是这款手表 跟我之前介绍这个submariner不太一样 这款手表 因为它使用了一个双色圈 一个蓝色圈 一个红色圈的这个这种设计 真的不太适合我们带它去到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场合 我之前也讲了 劳力士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厂家 它的运动型手表 可以让你去去到任何一个场合 甚至是一些 比如像black tie啊 white tie啊 或者是你需要穿到这个tuxedo啊 一些的这个场合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搭配一个劳力士的一个运动型手表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厂家的这个手表 运动型手表 我建议大家呢 在搭配这个非常正式的这个场合的时候呢 注意一点 如果实在你有其他的这个选择 如果你有一块这个正装的这个手表 这个选择呢 尽量去搭配你的正装的这个手表 但是这一款手表啊 tudor这款手表啊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搭配一些这个比较casual的这个着装 我觉得上班啊 或者是我们平时的出行啊 旅游啊 我觉得你都是戴这款手表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如果去到一个特别正式的场合 去戴你的这个submariner 或者呢 戴你的这个正装的其他品牌的一个手表 我觉得会来的更好一点 最后呢 这款手表呢 除了搭配我们的正装以外呢 搭配我们的这个稍微casual一点的这个着装 比如说 呃 抛洛衫啊 或者甚至是这个T恤 我觉得你都能更好的搭配出一个 gentleman的一个style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跟大家呢 一起聊一聊这个 有关于这个tutor 滴舵这个品牌 呃 聊一聊这个 我自己的一个收藏 聊一聊 怎么去搭配这款手表 那在接下来我们畅谈 channelman的这些节目里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 手表的这个品牌 手表的这个系列 跟大家呢 一起做更多的这个分享 最后啊 还是那句话 别忘了订阅 分享 还有给我们留言 打开提醒功能 这样呢 你可以第一时间呢 收到我们这个节目上线的这个讯息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小X